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有神的生命的人 我们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做什么呢? 我们会聊聊天 我们会彼此分享秘密 那是一种生命上的一种渴望和契合 最有时甚至彼此都没有说什么话 但是在一起都不会感觉到孤单、寂寞或者孤独 我们与上帝在一起的时候 上帝也是一样很渴望和我们分享祂的生命 祂已在心灵上与我们契合 永生就是神特别 为我们所预备的生命 是永恒的生命 是能够与神契合的一种生命 耶稣所爱的门徒肉汉 特别做强调这一点 神要赐给我们永生 是永远不死的生命 这个永生是在祂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有了神生命的人 尽能够有生命的表现 亦都有生命的感受 而有一户人家 他们经常吵架 日日吵 天八糟 吵翻天 真可谓 大吵三六九 小吵天天有 而看见旁边的一家 人家总是落雅融融 安宁和睦 家族主做十分 心里做十分的事务 便请旺去请教 那 鄰居家的男主任就这样回答 其实 都没有其他的原因 只因为我们家人 个个没有一个是好人 每个都是坏人 所以 不懂得吵架 而你们家的人 个个都是好人 问的人做 华小孩 不明白他说什么 好人为什么会天天吵架呢 而坏人 为什么天天 又不要吵架呢 他便自然自以 不明白的 离开 一天 鄰街一 塘浴车 不见了 第二天 他们的对话 无意之间造仰 这个吵架的 高湖主任 听到 脚车被偷 可能是没有闪好门 是我的错 这句 女人的声 不是 不是 是我忘记 上去所 是我不好 是男的回答 大家 第三个声音 其实我不应该这么操心的 我应该尝尝去巡邏 老人家也是这么说 以时 高湖人家 简 仿然大悟 哦 原来你们都是这样 这样的 坏人 难怪 我们家人 要吵翻天 如果在我们家里出了什么事 哪个都会主着别人来说 啊 那个人不对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肯定有遇到很多不愉快的事 多贵责自己 少 贵咒别人 正是合家和乐的一个关键 故事中 凌家 男主人说 我们都是坏人 当然不是 十恶不赦的坏人 只是 讲凡的子 人人都有缺点 而谁没有自己的短处呢 有些事情 即使是有过失 过错存在对方 恐怕也要被人下台 比如 家人无意之间 打烂开一只热水壶 他总不会为自己做难的东西 觉得是开心的事 心里也会有一些的肉痛 一些的肉赤 但这个时候 我们还没有火上加油 我们可以这样说 不打烂 也都不会用多久的 或者是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就能够使对方 能够欢心 有神生命的人 愿意给有过失者下台的劝练 他或者是 正是人制关系当中 和睦相处一种的秘笔 当神的生命进入人的里面的时候 神的生命就是刚 在刚中行走的人 才是真正认识自己 也都会不断的对付自己 不论他在哪里 他都会散发出一种 因形式 基督而有的香气 拥有神生命的人 又永生 是有生命的表现的 有一个故事 有三个人 一个是赌鬼 一个是烟鬼 一个是小偷 那这三个人呢 就无语当中 他们就闯入天堂 我们不是说 人人都盼着 有一天 能够入天堂 现在这最好的福分 就已经临到这三个人了 他们会怎么来到领寿呢 先说赌鬼 赌鬼是一个进入天堂的人 他一振不到钱 手就痕了 赌鬼在天堂四处 找人打麻将 但是还没有一个天使 肯愿意放下手中的掃琴 和他来打麻将 他就很压悶了 他就找到老若翰 就问 为什么没有人言语 帮我赌的呢 老若翰就跟他说 这处 这处是天堂 这处只有永远的赞味 是没有花着玩的 第二个进入天堂的是 烟不离手的烟鬼 烟鬼自己带的烟 很快就烧完了 做四处想去卖烟 他听人说 天堂什么都不缺法的 但结果他什么 去到哪里都卖不到烟 他就很生气 去找到比特 就问比特 烟哪里可以卖的呢 比特很奇怪的 用很奇怪的眼光看着他 对烟鬼说 这是天堂 天堂 天堂是没有烟迷的 最后 闯入天堂的是小偷 小偷一进入天堂 就非常的激动 哇 哇 很开心的 叫了 天堂到处都是黄金的街道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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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永远不晓得天黑的 小偷就很暗 哎呀 不知不觉 赌鬼 烟鬼 和小偷 三个人走在一起 互相看开一眼 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一起共同叹你 随头丧气的说 人人都说天堂好 我看并不见了 其实一点都住不乖 那天堂好不好呢 当然是好 但是当一个人没有预备好的时候 祖先 将这些最好的福气 放在他身上 他也不能来享受 今天我们 要让自己的灵命 不断的成长 长大成人 好领受主里面 丰富的恩典 甚至等着我们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他这样说 我实实在告诉你 人若不从生 就不能见神的角 人若不是从水 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够进神的角 一个人若没有 与神的生命契合 就不能够入天堂 就是能够入到天堂 他也都会感受到 好无人 拥有神生命的人 会信靠神 在六十年代 前苏联第一二行员 从太空飞回地球的时候 他们的领导人 苏联领导人 赫露晓夫 他就作为记者招待会 这样说 我可以宣布天上 并没有上帝 因为我们的太空员 预航员 刚刚从那里回来 因为他在太空 他们没有见到上帝 他说 刚刚落下 就有一位美国的记者说 我们家乡的一个池塘里面 有一只青蛙 从晚上出来 他围着这个池塘 跳开一圈 便自信的 帮其他的青蛙感觉 世界上并没有 赫露晓夫这个人 我已经考察过了 智力以科学认证的 物理学家 加利略在总结他一生的 科学研究的时候的感觉 人类五个感官所感觉到的 或者是程度较低的存在 或者是仅仅是一种幻象 意思是说 所感觉的未必是真实的 说到底 信仰是一种的经验 一种你试过之后 才能够知道它的味道 得到之后才知道它的乐趣和经验 它绝对不是仅仅从我们的感官而来 得到一些的信息 一些的information 委身以信仰也都不绝以 不等于同意追求隐瞞的学问 它必须以信为本 以信为根 希帕华书以这样说 信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 对没有看见的事能够很肯定 很多人愿意相信了 才开始有感觉 在某个科学院的院主里 一个孩子 他正在放指摇 一位老教授见后便问他 小朋友你在做什么 放指摇 小弟哥很开心地说 那指摇在哪里 老教授接着来追问 使这个小弟哥面露困色一时之间 不知道如何说起 因为这个只要放得太高 甚至他用眼都很难去找到究竟在哪个方向 忽然之间一阵风吹来 拉子育的小手有点震动了 这个小弟哥做访言第五 做同论家说 老爷爷我虽然没有见到他 但是我能够骗着他 老教授连连点头称是 若有所思的走了 心里不住的重复那句话 虽然看不见 但是我是骗着他 或者因为人被上帝创造的时候 用了泥土作为材料 这个人的物质性使人类罪 形式伦常 往往以他的感觉能力为基础 都说要看到才能够相信 但是真正的信心是什么呢 如果看见了你还需要相信什么呢 信是什么呢 信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 并对没有看见的事能够肯定 一位杂技演员在很高很长的钢丝上 来去自于 后来他又在钢丝上 骑上脚车 并在车上带着重八斤的沙袋 高车级高超 在两岸的众人做喝彩 演员跟着他就向观众说 他这样问 我能够带一个人过去 你们信不信呢 又一阵欢呼 群众都说 我相信我相信 站在观众前排的一个男子 喊得最大声 那表演者就跟他说 好 请你 那就请你上来 那你听他说 你要我上来干什么呢 那 这个杂技人就跟他说 坐在我的车上 那对不起啊 男青你不好意思 不敢上去 刚才你不是说 你很相信吗 不是不是不是 是我相信 但是我不敢 既然你相信 我能够带人 骑着这个车 为什么不敢上来呢 接下来就一个 兽老哥这样说 我愿意 我愿意 今集的演演作用 兽老哥骑着他的 肩膀上 然后过到对岸去 在过程当中 观众都为他们 来到飙冷寒 停止 尽量呼吸大声 不敢吵 害怕他们的声音 会影响 这个杂技演员 和这个弟弟哥 直到 杂技演员和弟弟哥 都过到对岸了 两边的人 就为他们拍攏手掌 啊 你们做得真是好 之后有人 问这个小孩子 为什么 刚才每个人都不敢 而你却那么勇敢 但到你一点都不怕吗 寿老哥就说 我一点都不感觉到害怕 因为带我过去对面的人 正是我的父亲 是的 对很多人来说 他们容易相信 跟随生命的主 但是 是不敢跨出信心的第一步 因为知道 在理智上 是知道 是相信 但是在心灵上 却不容易相信 所以不肯交托 不敢委身 信心真正 意义就是信任上帝 把自己百分之百 交给基督 有神生命的人 是愿意相信神 对神 有信心 无论是经历任何困难 都愿意相信上帝 会带领平安 度过 拥有神生命的人 内心 拥有平安 因为相信上帝的一切应许 拒绝相信上帝的人 也是拒绝 领受上帝要赐下的恩典 圣经里面 上帝应许有多少呢 上帝应许在圣经记载的有两万两千五百个 如果你拒绝上帝的应许和祝福 上帝是没有什么亏损的 亏损的是你 因为你没有办法享受神的爱 享受神的安慰 享受神的保护 享受神的同在 得到神的平安 得到神的力量 在异弹当中得到神的眷顾 得着永生 一生的罪得赦免 罪被洗淨 蒙神 宽恕 得永生 得更丰盛的生命 成为神的余虑 上帝应可要救我们脱离恐惧 上帝应可要赐给我们智慧 上帝应可要保护我们脱离危险和灾害 如果有人相信上帝 最拒绝神的生命 是拒绝上帝所有丰富的恩典 我们人世间的情况和环境随时都会改变 唯有上帝的应许永远不改变 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 这样说 神要拆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疼痛 上帝应可将死死亡 悲哀和疼痛永远的结束 上帝应可说 我必不背弃我的药 也不改变我手中所出的 上帝应可一个也都不会落空 而说你的神所应可赐福于你们的话 没有一句落空 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 上帝不会留下好东西不给 不刺给我们 在圣经里面 神所刺给圣徒的初般应可 就好像一个取之不尽的保护 我们需要充分的认识其中的丰富 而且还要找到揭开这个保护的锁示 凡是看无与上帝契合的人 凡是相信耶稣的人 还能够享受神一切宝贵的应可 当日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时候 神的令就住在祂里面 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的经历 当圣灵来到我们生命当中 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我们就会获得从神那里来的平安 我们只能够真实地经历到这份 从天而来的平安 我们要怎样真实地经历到这份 从天而来的平安呢 基督徒所得到的平安 是耶稣基督所赐的 或者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 我们有开耶稣基督 就有平安 这个平安和一般人所说的平安不一样 因为它是不受环境 而它是直接从神而来的 是超越环境 凌鸡于环境之上的 神所赐的平安是完全的平安 理论上一个相信耶稣的人 已经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 而有神生命的人 你已经有平安 完全的平安在他心里 但实际上很多人依然 会常常感觉到自己失去那种平安 而陷在苦恼当中 但是因为我们活在地上 我们很难享有完全的平安 是因为我们是肉身的活着 而肉体的倾向是有犯罪的 我们常常因为犯罪而破坏开 持续和神在一起的和谐 亲密的关系 因此我们很难去经验到 感受到平安 但如果我们保持和神有很密切 很和谐的那种关系 我们还能够享受到平安和喜乐 人与人有密切的关系 是喜悦彼此在一起的时间 享受一起的时间 人与人与神保持和谐 亲密的关系 是透过明白 圣经和透过祈祷 就像保罗 他在罗马监狱里面 他失去自由 如果保罗因为错监 写信给菲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的时候 申诉自己心中的那种委屈 和愤怒 我们可以去理解的 因为保罗他入监是很不公平的 他被关在监狱里面 行动受到监狱的监视和限制 甚至生命受到威胁 但是很奇妙的 既然是 我们读完保罗所写的短短四章的佛罗比书当中 既然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 让我们感受到保罗他的心 就是心存愤怒 挫败或者惧怕 相反的 我们看到的是 保罗分享他来心的喜乐 平安和满足 保罗还强调地说 你们要靠着主上上的喜乐 我再说你们有喜乐 应当一无挂累 只要凡事这族 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处次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这个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 一个人无辜的入狱挫监 但既然能够好像什么都无法生 心中依然有满足的平安和喜乐 那保罗的秘诀究竟在哪里呢? 保罗在信中所说的 他所得的平安 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而施主说 这份平安是他不能够理解的 是超过人 所能够用理智理解的 用人的理智来理解的 但这个平安一直在保罗的心中 这个平安一直追随着他 即是即使他的环境不如 不清心 他应够被囚犯 囚禁在监狱里面 在极大的困境当中 他内心的平安 认救 维持不变 我们相信耶稣 和保罗所相信耶稣是一样的 保罗当日在困难 为什么拥有那种不平凡的平安呢? 而为什么我们心中的平安 却那么容易失去呢? 平安这个词 在希腊文 意思是说 绑在一起 将两件事绑在一起 使他们不能够分割 或者分开 我们心里所 所以享有平安 是因为我们的生命 和主耶稣的生命联系 一起 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救主的时候 我们就借着耶稣基督 以神为好 建立了个人的关题 耶稣把我们和神绑在一起 这个关题是永远不能够改变 或者分离的 而我们也因此得着 从神而来的平安 这份平安 是从我们相信耶稣的规刻 就可以得到的 寶导和我们分享的这个平安 是不能够被任何环境 事物所干扰的 它是在心灵的深处 是一份宁静和安息 是人内心所受到的平静 感受到的平静 无论生命遭遇到哪一种的改变 或者风浪 外面的环境是怎样的变化 或者波动 这一份的平安 依然毅力不耀 存在我们的心里 是出人意外的一个平安 我们没有平安 不是因为神将平安 从我们心中来到收回 而是在乎我们有没有选择 和神绑在一起 世人一遇到困境 就集中来到看环境 而失去到心中的那种平安 当环境顺利 他们就感觉到有平安 一旦环境改变 恶劣或者困难 平安马上失去 当然我们依然会遭受到疫境 会被环境所击到 或者是会受到伤害 或者有很多突发事件 让我们感受到不宜的事 在我们计划之外的事 随时会临到或者发生 好像最近 中国郑州水湖洩洪 在一个小时里面 差不多是一百座西湖灌 西湖的水灌到这个郑州 地铁和隧道 成千上万的人被困 避都没得避 作为一个人 我们或者会感到 焦虑和不安 亦都会恐惧和犯粗 而上帝应许 我们可以立刻向上帝祈祷 祈求祂的能力和帮助 神经感应许 当将你的事交托而言 并依靠祂 哈就必成全 这里有个感的祈祷 上帝 感谢祢 愿意与我共享永生 并赐给我数之不尽的应许 过去因为我的拒绝 和无知 我已经错过很多的福分 今天我愿意相信 并信靠祢 求祢宽恕我无知 和过法 让我能够享有祢的生命 享有祢的应许 和享有祢的平安 诚心祈祷 欲奉主耶稣继命 阿们 你可以勇敢的祈祷 在你生活里面 向神祈祷 我们一起祈祷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今天给我们知道 原来 拥有神生命的 我们能够拥有 从你那里来的一切丰富 你应许竟然是 有两万多 是我们可以每日都支取的 因此 无论在我们生命 发生什么 我们能够在你里面 享受你的平安 肯求主祢让我们学习 帮你绑在一起 因为帮你学绑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拥有你所拥有的一切 一切的平安 一切的应许 我们感恩祈祷奉 奉靠耶稣的命 阿们 为愿耶华上帝 赐福于利 保护你 为愿耶华 私恩于利 愿上帝 此类平康 下个星期再见